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在克里米亞訪問 他是俄羅斯3月9時吞併烏克蘭的克里米亞之後 去當地訪問的最高級別的俄羅斯官員 梅德韋傑夫說 他須領的俄羅斯官員代表團 將討論他所謂的克里米亞發展問題 他宣布俄羅斯將會在克里米亞建立特別經濟區 通過減少稅收和簡化規章制度 來刺激工商業發展 他還承諾給予克里米亞人提高工資和退休金 在一天前 米亞國務卿克里 在星期日呼籲俄羅斯撤回沿烏克蘭邊界集結的數萬名俄軍的部隊 克里說這些軍隊在烏克蘭境內造成恐懼氣氛 不利外交對話 克里在巴黎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談4小時後 星期一凌晨對記者作出上述的表示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沒有對俄羅斯部署軍隊問題直接發表評論 但他在上星期一再向美國保證 俄羅斯沒有入侵烏克蘭的計劃 克里說莫斯科和華盛頓都認為烏克蘭人民擁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